各位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缺氧呼吸和缺氧呼吸的化學能比较 而這條MC當年只有四十多個百分比 所以也要講解一下 當中題目的場景是說呼吸作用的瘦質化學能 其實瘦質是甚麼? 呼吸作用的就是葡萄 它會轉化為三種能量 分別是熱能、ATP化學能和副產物的化學能 這裏也要講講甚麼是副產物 副產物的意思是英文叫Bipodent Bipodent的意思是呼吸作用最終的目的 都是產生ATP能量分子 而其他就叫Bipodent 就叫副產物 其實呼吸作用會產生這三個東西 題目就叫你去比較 衰氧呼吸和缺氧呼吸裡面 這三個東西的化學能比較 首先第一件事你真的要知道 衰氧呼吸產生出來的熱能 是遠遠高於缺氧呼吸的 那為甚麼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當中有些數字大家要理解的 就是如果你是衰氧呼吸的話 就有38個ATP產生 如果是缺氧呼吸的話 那兩種酒精發酵也好 乳酸發酵也好 其實只有兩個ATP 所以如果多ATP產生的話 其實就會有較多的能量 轉化為熱能 所以第一件事是對的 第二就是ATP的化學能 其實是缺氧呼吸多於缺氧呼吸 這裏已經說了給你聽 好了 去到第三 就是說 複產物的化學能 其實缺氧呼吸是會多於缺氧呼吸 那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這裏你就要細緻一點去聽 原因就是 大家的受質都是葡萄糖來的 是Cucos來的 但是 衰氧呼吸最終產生出來的 bi-product 就是 carbondalosa和 water 這些是無機物 inorganic 但是呢 留意一下 如果你是缺氧呼吸那兩種發酵的話 其實產生的穴醇和乳酸 其實都是有機物 即是 當它進行缺氧呼吸的時候 它不能夠有效地將有機物的能量釋出 反而呢 當它進行缺氧呼吸的時候 產生出來的 bipodic 的複產物 其實都依然繼續是有機物 所以相對來說 產生出來的能量分子 相對來說是少 ATP 所以 第三句 其實應該是反過來的 應該是缺氧呼吸的 複產物的能量是多於缺氧呼吸的 所以 當你讀的時候 記得小心點去理解這方面的東西 但也要留意一下 剛才你們看到 38個ATP 或者2個ATP 其實這些數字是不用記 只要你參考 但你要知道的缺氧呼吸當然 產生出來的能量 ATP分子的數目 當然是遠遠高於缺氧呼吸的 所以 其實這條題目的理解上 你一定要從 去想清楚 發生什麼事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幫到大家 去針對缺氧呼吸 和衰氧呼吸的化學能 作出一個比較 你理解多一點 讀這兩個呼吸作用的時候 你要留意的事項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幫到大家 拜拜